又出现误打疫苗乌龙 台北市景美医院上周五 替民众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 竟然错打成了高端疫苗 而且被误打的民众 他已经接种过两剂的AZ疫苗了 原定1月20号要打追加剂 那么这样算是变相施打第三剂吗 中央认定这不能够算是第三剂追加剂 民众还是必须要再等12周才能打 打错疫苗的景美医院10号起 也已经全面的暂停新冠 还有流感疫苗施打 最高还可能要吃上25万元的罚款 台北市景美医院门口贴着大大的公告 四种新冠疫苗施打全面暂停 原来是又爆出误打乌龙 因为民众1月7号到景美医院 接种流感疫苗时却被错打成高端 但他早在7月24号 10月20号就打过两剂AZ疫苗 等于是变相接种第三剂 但中央认定就不能算是追加剂 因此原定最快1月20号可打第三剂 现在却被迫延到4月才能打 流感疫苗也要再延7天 京美医院误打高端 院方立刻被要求10号起 暂停新冠疫苗及流感疫苗接种 院方也马上提出改善措施 同一个空间只施打一种疫苗 避免再有疫苗措置情形 京美医院也发出声明 积极追踪该民众身体状况 目前一切正常 对于疫苗打错事件深感遗憾 经调查主要是因为疫苗辨识错误 院方也将面临最高25万元罚还 严格审查避免误打事件再发生 台南江军区火烧虾口感鲜甜 日晒后制成虾肝 不管是炒面或是炒菜 都是老超的最爱 不过近年来捞补不易 产量比往年少了一成 每台新的价格大约小涨100元 从原先的1500元涨到了1600元 虽然涨价但是农历圈洁将近 买气反倒增加了三成 丝毫不受影响 虾肝葱蒜再加辣椒热炒 香气瞬间扑鼻 里头的火烧虾更是料理精髓 不论面馅还是炒青菜 只要加入就是人间美味 很Q的 很香的 还有蜜蜂的香气 有嚼勁 台南将军火烧虾 人工剥壳去泥肠 经过三天左右日晒成虾肝 吃起来口感香甜 可说是老饕最爱 通常八台金生虾 能制成一台金虾肝 虽然现在火烧虾正值旺季 偏偏量少 价格逮涨 这近那些也都抓不住了 我只要去家庭那些 住这些时候抓得比较有 不过也是抓少 原来因为近年捞补不易 产量比以往少了一成 每台金价格也从1500元 涨到1600元 小涨100 虽然涨价碰上农历春节将近 买气反倒增加三成 丝毫不受影响 因为身材是东西起货 我们也要对起货 价格小涨买气不减 预估买气高峰将会一路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苗栗地检署侦办 洪富海新领导师 西金案查扣主席名下财产 将在19号进行第一次拍卖 这次拍卖标的全部都是黄金 除了有20公克金块 5公克到一台两的金箔 金元宝金戒指 还有黄金高跟鞋和金碗 总价值高达了600多万元 也是自2000年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成立以来 首次拍卖 如此数量庞大的黄金物件 有具材象征的金元宝 难得一进的黄金数 还有黄金碗 甚至黄金高跟鞋 现场真的闪到不行 这些都是洪富海 西金案的不法所得 苗栗地检署19号将要进行拍卖 抢在过年前新亮相 希望吸引多一点人来参与抢标 提高拍卖的价格 让被害人多少获得补偿 在过年前希望民众可以 天购一些做工精巧的一些金事 所以我们责定了数十件的这个品项 来进行第一次的黄金拍卖 宣腾一时的洪富海西金案公司负责人 黄元印 以新领导师和投资等名义 从2003年起非法西金高达上百亿元 经最高法院更二审判决定验 宣告查扣的现金 高价一品黄金等财物 总价值高达172亿元 全数没收 将透过拍卖的方式 减少被害人损失 必须要兼顾被害人受藏的权益 我们也希望这个拍卖 也可以尽量把它价值回归到 这个所有的被害人身上 出估这次拍卖的物件 以精巧的黄金饰品为主 建价金额约600万元 将于1月19号上午9点半 在苗栗基检署公开进行 想要进场竞标的民众 要先缴1万元的保证金 所有黄金物件都设有底价 但不公开 竞标金额高过底价的话 以最高者得标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台中一名吴先生 从外送平台买挖柜来吃 结果餐盒一打开 就发现了一根生锈弯曲的大铁钉 就藏在挖柜里面 让吴先生指数 吃到差点要出意外 另外有一名女网友 在知名的连锁卖场 买了一盒草莓大福 结果她的妈妈吃到一半 被义务给卡住喉咙 咳出来之后发现 竟然是塑胶片 系的po网投诉 餐盒才打开准备开吃 结果里头挖柜 竟然藏着一根生锈弯曲的铁钉 铁钉挖出来 跟50块硬币差不多大 吴先生吓坏 透过外送平台买挖柜 竟还附赠一根铁钉 让他直呼吃到差点升天 吴先生店的就在台中中区 这家面摊专卖面食 挖柜 米肠等小吃 这回发生有民众差点 把铁钉给吃下肚店家 看着舒适 现在外送平台已经退废店家 也跟吴先生达成和解 针对鸡茶缺失 卫生局已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将依史安法开罚 六万以上两亿元 以下罚还 无独有偶 还有一名女网友 在连锁知名卖场 买到一盒餐有塑胶片的草莓大福 让妈妈吃下卡住喉咙 险些发生危险 业者解释是员工在捡带红豆料时 不剩料金酱料 会再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不会让类似情况再发生 接下来让我们顺顺台中 操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